好 開始 好 那我講一下幹話 剛剛這一段示範的是洗澡 剛剛這一段洗澡 好 那現在第二發差不多就是 待續中了這樣 那現在呢就是你可以 沒那麼急躁了嘛 對不對 可以慢慢來對不對 先看看電視啊 轉一轉新聞啊 然後可以先吃一些 櫃子上的甜點餅乾之類的 對 講一講話 對啊 同學你是哪位 這樣 之類的 好啦 沒有 不要這麼複雜 不要這麼複雜 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都是結婚之後才可以做的喔 結婚的同學趕快去結婚 對 好 然後接下來要唱 一些舊歌 然後 呃 這個舊歌是 的意思就是在 巴薩諾巴這張專輯裡面的歌 那 這張專輯會叫巴薩諾巴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裡面完全沒有巴薩諾巴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把這個梗呢 就是在四隔 就是大概七八年之後呢 要跟大家說我們想在台上做看看巴薩諾巴 好 因為就是 人很多了 然後我們比較老了 比較照不起來 這樣 要我叫 要我尖叫 很像也是 叫不太 就是大家現在也不太 對啊 喜歡這種 這麼尖叫的 對啊 吼叫可以啦 尖叫可能不太適合 對 那所以總而言之呢 就是 對我們現在來演一首 我們的老歌 然後呢就改變成巴薩諾巴的樣子 對 難度有一點點高 巴薩諾巴有很多種 好大家以為聽到巴薩諾巴都是很chill的 那我們現在要來示範什麼叫做超不chill的巴薩諾巴 然後 在 chill的時候才會更chill 這樣子 對就是我喜歡這種對 build up跟衰弱的感覺 對 對 失足成千古恨 這樣子 好 那大家來感受一下 啊那個可以猜看看我們到底是改編哪一首歌 OK Let's go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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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